大家好,我是007 1996年11月23号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I航961号班级将从亚迪斯亚贝巴飞往象牙海岸 整条航线需要12个小时,并且精听多地 所以,飞机只加载了第一航程的燃油 到内罗币再加注下一段 这样就可以减轻负担提升飞行效率 机长是42岁,拥有1.1万小飞行经验的阿巴特 仔细检查驾驶舱各种仪表后 961航班缓缓起飞 飞机爬升到12000公尺的巡航高度后 称武人员起身开始为乘客派发物品 这时,经济舱三名20出头的小年轻 确认过眼神,一跃而起 推开空乘飞快地朝驾驶舱奔去 驾驶舱的门一推就开 三人抄起灭火器和消防府,威胁机长 我们有11个人和一枚炸弹 敢不听话就把你们炸上天 然后骂骂咧咧对着副机长就是一记狠锤 机长赶紧眼神示意让倒霉催的副驾驶离开 与一般的机长不同 阿巴特格外淡定 这可是他第三次被截击了 第一次是被两个持手榴弹的暴徒威胁 要求将飞机开往内罗比 几年后没开二度 截击客以空乘为人质 把飞机截去了瑞典 两次事件均无人员伤亡 按照以往经验 机长只需设法把飞机就进迫降 然后公司高层和警方出面 和截击者商量赎金就行了 但这次截击者可能拿错了剧本 他一屁股坐到副驾驶上 指挥机长飞去澳大利亚 阿巴特满脸问好搞什么飞机 从埃塞俄比亚到澳大利亚 至少需要十个小时 老子弟友只能飞三个半小时 够到内罗比就不错了 你小子要我飞到澳大利亚 这他妈不是为难我吗 看机长一脸懵逼 截击者提高嗓门叫嚣着 聋了吗 去澳大利亚 阿巴特赶紧如实告知 全能先飞到内罗比 或者桑吉巴尔岛加个油 然后再飞澳大利亚 谁知截击者根本不听 颇为自信地掏出一本航空杂志 扫胡我 上头可写了 这玩意儿最远可以飞十一个小时 孩子 你看漏了一秒 燃料按需夹住 机长有些崩溃 这次遇到的截击者是撒二百五 不仅没顶上一个诸葛亮 还只信小宝宝 听不懂人话 他再次尝试说服 指着油量表一点点教学 飞机飞行十一小时 需要六万升的油 现在燃料确实不足 谁知截击者不仅听不进去 还认为机长才欺负他们没文化 阿巴特彻底无语 炸弹先不说真不真 这消防府可是实打实的 如果自己挨一斧头 一飞机的人都要嗝屁 权衡之下 阿巴特只能默认顺从 随后截击者返回客舱 通过广播宣称 他们已经控制了飞机 如果大家轻举妄动 就引爆炸弹 乘客秉承着 能不插手就不嗲嗲的原则 悠悠哉哉看着报纸 圈圈由机组人员处理 坚信这次 一定可以和之前一样安全降落 但机长清楚 这次的情况与以往不同 要是按照截击者的要求去做 961航班将会在三个半小时后 因燃油耗尽 坠入印度洋 一飞机的人都得喂鱼 但如果不答应的话 接机者狗急跳墙 真的引爆炸弹 大家直接炸成烟花 最后还是得完蛋 思来想去 他以改变航向需 得到空管同意为由 紧急呼叫内罗币航管中心 了解情况后 空管同样问号脸 不是我耳朵有问题 就是这帮劫匪脑子不正常 空管出面谈判 建议他们先降落在蒙巴沙 否则飞机燃油耗尽 就只能在海上回击破降 不是被炸成渣渣 就是溺死 面对机长和空管 哭口婆心的劝说 邪机者一言不发 轻蔑地看着一切 还想组团忽悠老子 没门 此后 空管中心再也没有得到 I航961号航班的任何回复 邪机者智商太过感人 坚持一条道走到黑 机长只能单打独斗 他悄悄改变航线 沿着非洲海岸线航行 这样即便发生情况 飞机还能安全破降在陆地上 但没过多久 截机者往窗外一瞄 就发现情况不对 飞了这么久 怎么还能看见陆地 立马逼迫机长往东飞向大海 看着一望无际的海洋 阿巴特开始盘算新法子 他翻越手头的地图册 无意间发现了非洲大陆 与马达加斯加群岛之间的 科莫罗群岛 科莫罗群岛是印度洋上一处 偏远的度假圣地 上面的机场由中国政府援舰 是目前唯一一处 可供飞机降落的地方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阿巴特只能凭直觉和经验 飞往这个陌生的地方 飞行三小时后 驾驶舱内响起警报 油量仅供飞行半小时 阿巴特要求把这一情况告知乘客 截机者觉得没这必要 挥舞着手中的炸弹 蛮横拒绝 机长只能闭嘴 开始在科莫罗群岛绕场飞行 盘算着如何迫降 半个小时后 油量警示灯再度响起 右侧引擎燃油耗尽 正在停止运转 左侧引擎转速逐渐降低 飞机从39000英尺下落 截机者一脸懵逼 我们怎么在下降 阿巴特有些急言 废话 没油了 不管你喜不喜欢 飞机就在下降 小伙儿骂骂咧咧离开驾驶舱 和同伴商量对策 趁此机会 阿巴特赶紧广播 告诉乘客飞机即将破降 并强调 请你们告知截机者 我们必须破降 希望能够号召乘客站起来反抗 为他操控飞机破降赢得时间 但让机长失望的是 乘客好像吓傻了一样 大家还是决定静观其变 不敢公然对抗 小伙儿暴跳如雷返回驾驶舱 拿斧头威胁机长 并试图夺取飞机的控制权 结果一通乱倒估 解除了飞机的自动驾驶 燃油全部耗尽 所有引擎停止转动 这架造价4000万美元的飞机 彻底变成了100吨重的滑翔机 而且刚刚由于截击者捣乱 阿巴特失去了方向感 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在机场降落已经不可能了 机长别无选择 只能在海上迫降 虽然之前有加航143号班机成功的例子 但I航961号航班属于波音767 引擎挂在飞机底部 相当于两个巨大的勺子 降落时引擎会先触及海水 那股力量足以让整架飞机四分五裂 随着燃油耗尽 机上各种电子设备开始停止工作 舱内温度越来越高 乘客们祈祷尖叫寻找救生衣 还有人向劫迹者求情 单位是已晚 机长一边与劫迹者斗智斗勇 争夺飞机的控制权 一边提醒乘客 穿上救生衣准备紧急迫降 但救生衣不要冲气 然而许多乘客求生心切 完全不理会机长的指示 在机舱内就给精生衣冲了气 紧急关头 副驾驶被允许进入驾驶舱 协助机长迫降 三名劫机犯不知是担心被忽悠 还是一心求死 傻愣在原地 呆呆地站在机长身后 最后 飞机以时速370公里入海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解体 水下正好有一群潜水员 差点被飞机砸死 幸运的是 阿巴特迫降的地点离岸边很近 水比较浅 岸上的人目睹了整个过程 纷纷展开救援 但由于许多乘客不听机长的话 在飞机上就给救生衣冲了气 导致机舱灌满海水后 他们就浮到了天花板上 想出都出不去 最后溺死在机舱里 机上175人 50人奇迹生还 三名劫机犯傻愣不躲 当场死亡 机长和副驾驶幸运生还 康复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继续为埃塞俄比亚航空工作 事后调查表明 没有什么所谓的11个人 他们手里的炸弹 不过就是随手抄起了一瓶酒 最有威力的武器 估计就是那把消防服了 这三名20出头的埃塞俄比亚 劫机犯都坐过牢 这次逃狱出来 就是为了跑到澳大利亚 找朋友过好日子 结果智商不够 害惨乘客还丢了自己的小命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纪录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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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